习近平在清军中余毒一高级将领可能落马 习近平在清军中余毒一高级将领可能落马 香港明报25日的一篇报道 展望了中共军队下一波人事调动 其中提到军队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控权力的基础 在清除了郭伯雄、徐才厚以及郭、徐余毒后 又打落张扬、防风辉两只军虎 接下来军中还要继续清除张 房余毒报道说最新的传言是 约初刚率团访问印度和巴基斯坦回国的中共西部战区副司令刘晓武中将 也正在受查现年58岁的刘晓武 曾长期在广州军区任职 到2003年7月至2014年12月接力任广州军区下辖第41、42集团军的师长、参谋长、军长等职 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出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外界 之所以认为他 以张、防二人有事 与这段经历有关 房峰辉与张扬曾试员广州共共州军区的老搭战 房峰辉在2003年至2007年间任中共广州军区参谋长张扬,于2004年至2007年间任中,共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两人在同一个班子里共事了三年。